工作方面会开始着手一些新的工作计划 新月也是清理旧账的好时机 可以把之前一些遗留问题解决掉 特别是一些家事和投资方面的事情 天蝎座的新月触及到水星金星 木星天王和冥王以及凯隆 新月与木星和冥王星形成小三角 所以可以在新月的时候 针对个人成长危机处理等问题 做一些长远的学习计划 并且有助于深入思考 但可能会对他人的话非常敏感 总是试图去发现别人是否在撒谎 在爱情中或者与他人合作的关系中 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产生挫败感 对于那些喜欢自我表现 自我的人会不太喜欢 觉得他们太个性化了 反正知道pas何不太ARE 反正解决计会 反正能有点灰症 反正解决会 实际上線是一端的 法案以上做出門的 是一端的 是一端的